有一位年轻人问一位大师,他说,大师啊,我们在人间真的是太苦了,为人处事,有什么方法你可以教我吗? 结果这个大师就说,哎,有两个人呢,在挖井,一个人呢,很会动脑筋的,很巧,还有一个人呢,很笨,两个人在挖井,挖了两米都没有看到水,笨人呢,继续在挖呀挖呀挖呀,这个很聪明精干的人呢, 他换个地方去挖,结果,这个笨的人,他挖到了水呢,而聪明的人,左换地方,右换地方,他一无所迫 这个年轻人听这个大师说到这里,他马上插着就说,大师啊,嗯,我懂了,做事要持之以恒,否则将会 一事无成,大师没有说话,他继续说故事,他说,还是这个可以,这个有点聪明的人,他经过数次的尝试,他结果发现了一个水源,而笨人却埋头苦干,越挖越深, 本来挖到的一些水,因为不是水源,所以他付出很多,最后没有找到水源,这个年轻人,马上又冲着大师说, 大师,你说的人生这个道理,我也明白,人应该在不断的总结经验当中,适合自身的环境,不应该刻板,跟不应该执着,执迷不悟,这个大师笑了笑,还是不讲话,最后大师说, 我这个故事还没说完,还是这两个人,虽然竭尽全力,无论花多生,这个聪明的人换多少地方,这个笨的人拼命地往下挖,两个人还是没有挖到大水源, 年轻人,年轻人一听说,大师啊,那么做人有没有准则呀,做人有没有一个出史的哲学,一个道理可以讲呢? 大师就跟他说了,实际上这个地方根本挖不到水的源头,所以就像我们做人一样,我们为人处世之道也是如此, 因为我们的生活当中 没有一个方法可以套用在你的生活当中的 没有一个事情是一成不变的处事的原则 一切要靠着摸索和体悟人间掩饰 因为你认为他是你老婆 他对你一直这么好 你以为他是你老公 永远这么爱你 你就可以随便的说话 随便的在人间做事 因为他是你生出来的孩子 你就可以随随便便的 不当自己一回事 不当孩子一回事天天骂啊 讲啊 你以为你是谁啊 所以到最后你会找不到一个根 因为人间的道理是随时随地都在变化的 希望你们学活要以物性为基础 我们要如理如法地学 我们要学会人间活法 用活法来指导我们的人生 我们才不会永远的知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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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才不会永远的知误